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好 我们上一节课讲完第一张整个房地产的概念 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二张所谓的brokerage 跟agent的制度 这个brokerage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三角代理的关系 而且我们房地产里面有买方有卖方 所以是两个复杂的三角关系的搭配 所以这里面以考试来说可以考到非常的难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介绍brokerage第二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